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環境污染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課文在這裡面放一個環境污染的題目 然後如果你二年級裡話是我教的話 這裡我其實二年級裡話 基本都教過的 基本都教過的 不過你二年級裡話不是我教的 所以你們可能老師沒有教過 第一個算叫做空氣污染 這個算複習 因為空氣污染 提到空氣的成分改變 我們教過了 空氣的成分經過很多改變 有一個所謂的原始大氣 原始大氣 地球剛形成的時候的原始大氣 我當初跟各位講了四個 請你最少講兩個給我吧 有誰啊 有誰啊 三五 幾弟 有誰啊 氮氣跟甲烷 有氮嗎 亥嗎 亥跟甲烷嗎 氰亥 氰亥 甲烷嗎 OK 氰亥安跟甲烷 這是 所謂的原始大氣 可是地球引力不外跑掉了 不見了 那麼 後來是因為什麼形成我們 所謂的早期的大氣呢 後來是因為什麼形成我們 一個什麼活動 形成了我們的所謂的早期大氣呢 帥哥叫做 帥哥 十三 十三 十三號 起立 什麼活動 有人報答案 有人報答案了 火山 火山 請坐下 有火山報吧 火山報有些氣體 就是所謂的早期大氣 主要成分是誰啊 我上課教了三個 你最好跟我講兩個 我上課教了三個 你最好跟我講兩個 是誰啊 我們找一位帥哥男叫三六 我上課 我上課 三六誰 我上課 二氧化碳 還有誰啊 水氣 水氣 請坐 主要是水氣二氧化碳跟 蛋 蛋 這個是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再經過一些轉變 來 記得嗎 水氣會凝結 二氧化碳會怎麼改變 你還記得嗎 融解海水中 跟蓋結合成食物鹽 還有植物型 光合作用 然後變成現在的東西 然後我們說 我們現在這邊分兩種 一種叫固定氣體 叫做變動氣體 固定氣體 就是世界各地成分比例差不多 叫固定氣體 請問 有誰 我講過你小學念過兩個 國二的時候 你會多叫一個 哪三個啊 小學又念過兩個 No.5 聽我嗎 誰啊 小學念過兩個 國二理化教過一個 誰啊 起真 起真 不會喔 我小學 你連小學教過不會喔 啊 蛋 還有誰 癢 還有一個小 國二理化小學教的 亞氣 請坐 蛋 揚牙 然後成分比例會變成叫做變動氣體 我上課教過三個 哪三個 我上課教過三個 哪三個 29 29 29 Number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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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變動氣體成分比例會變得誰啊 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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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我有偉大人類之後呢 人就做了一些事使他會演變 就排放一些東西啊 火山包啊有沒有改變啊什麼之類 還有人類活動 我們講人類活動 然後呢還有一些髒東西 如何都會造成所謂的污染問題 好 來 安具空氣污染防治碼規定的污染物有這些 氣狀的 氣體的髒東西 氣狀污染物 氣體的髒東西 好 就這些 粒狀 顆粒的 基本上就是小固體或者是小液態 小固態 小固態那種顆粒狀的 氣力狀污染物 還有二次轉換 比如說臭氧 照光之後產生的 照光之後產生的 經過的轉換過程 然後有毒的 氣狀會齒笑笑的那種 有毒的 然後呢 還有會臭的 會臭的 也就是空烏牌所規定的污染物質 還有其他 其他 OK 好 那來呢 二氧化油 二氧化碳本身 本身 就會引起呼吸道的一些問題 傷害你的呼吸道 然後 然後呢 它會影響到植物的生長 然後呢 你可能會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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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可能會齒笑笑 你可能會有些問題 就是你的傷害可能這些 來源有這些 台灣的 台灣的空氣管來源主要就是汽機車 汽機車 好 汽機車 然後呢 一些什麼煩燒林地啊 廢氣物啊 你這些東西呢 也都會使得 我們的東西呢 會增加的嚴重 就是我們的空氣管的來源 可能狀況 然後呢 這個是 先了解一下 這裡就是看一看 就可以了 那個前面的那個大氣的演化過程 是有問過的 後面這些基本上是沒有問過 但是你還是了解就可以了 這就是有關於 跟各位談到 空氣管的前半段的部分 OK